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集又跟大家講一下娛樂新聞 講關於ViuTV頒獎勵的小插曲 都是講ERROR ERROR只有三個人現身 Dee曾經發起網民的投票行動 表示如果拿到唱作人獎 花姐就要穿低胸裝現身 而193由全民造星開始 想看花姐的球 很重 希望Dee可以贏 提到193 最近人氣急升 變成了ViuTV的三爺 兩位隊友說笑叫開他的大爺 而193說不想叫三爺 想叫三哥 因為他想代言米線店 他就說多謝大家的支持 而最開心的就是 可以帶協到ERROR 多個舊節目可以重新上搞ViuTV 令到更多觀眾可以看到 他又自稱一向是娛樂圈清傳 立即假扮姜濤自稱處男 喜歡吃鮑魚 就說花姐也有提他講話 就算部分正確都要有禮貌 澄清自己不小心用老爺這些字眼 他就說其實只想說老一輩 對於TVB出千禧五虎對撼他們 193再爆偉論 他就這樣說 現在還有人用五虎這個Term 我們現在是四隻八虎 他又指相信講完之後會有很多脫毛贊助 他直言就說怕得罪人 如果有機會見到智偉哥 都想跟他說是對事不對人 這些都是一些客套的說話 就說自己沒有說對方壞話 只不過是大家對號入座 就說自己一向是尊重前輩 OK 不就是咯 什麼五虎 小女老母 走棧 大哥 即是厲害改五虎那群人 是喜歡病還是怎樣 不過是全民而已 我那次都說過 因為你如果真的搞這些什麼五虎 你叫那些藝人怎麼辦呢 你叫那些藝人怎樣介紹自己 他們是不是走出來說 大家好 我是新五虎之一 奔雷虎什麼什麼名字 真是拿著名字 哪個仆街想這些什麼出來 屌你老母 要問責吧 混蛋 找他改名的那個 即是浪費了他 叫這傢伙出來負責搞笑 不要再改什麼五虎了 直接開個節目給他出來搞笑 OK 可能下一個喜劇的笑象就是他 這樣就差不多了 特別 聲音有點爛爛地 不知道有時候做什麼 有時候 照舊啦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我就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